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分类 首先我们来看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呢 它是属于功能最强 运送速度最快 存储容量最大的计算机 它能够完成一般个人计算机所无法处理的数据 以及运算 虽然说它的规格和性能比普通的计算机要强大很多 并且配备着丰富的外围设备 以及高性能的人机系统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它的组成元件和个人的计算机相差无异 那么这个超级计算机呢 主要是用于国家高科技领域 以及间断技术的研究 包括贴旗预报啦 海洋监测啦 生物制药 科学计算 比如说核聚变 核略变模拟 以及加密解密算法等等的一些运算 既然这个超级计算机 它的性能这么强 那么肯定是有一个标准 或者说有一个专门的指标单位 来表达超级计算机的能力的 那么这一个单位就是Tflots 这一个单位表示的就是每秒1万亿次的辅典运算 每秒1万亿次辅典运算什么概念 我专门搜索了相关的数据 对于现在主流的Intel i7-6700K CPU 并且到达4GHz的CPU 它的辅典运算能力 大概是44.87Gflots每秒 在这里面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单位的转换 就是44.87Gflots每秒 约等于0.044.87Gflots每秒 通过这样子的转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平时所使用的比较强大的CPU 在这些超级计算机的面前 还不能到达十分之一的性能 既然这个超级计算机 它的运算能力这么强 还能代表着国家的实力 那么到底哪一个国家的超级计算机能力最强呢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 对于超级计算机也是有一个排名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超级计算机的全世界的排名 这里就是世界前三的排名 截止于2018年11月份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前三里面有两台超级计算机 来自于美国的IBM 有一台来自于我们中国 其中第一名来自于IBM Summit它的名就叫Summit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峰值速度达到了20万Tflot 每秒 它的处理器有200多万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 神威太湖之光 他来自于中国 它的算力达到12万 它的处理器有1000多万个 在这里面可能是同学之后有疑问了 为什么神威太湖之光 它的处理器远超于这个Summit 但是它的算力还没有Summit高呢 这是因为我们的神威太湖之光 它所使用的芯片 全部是中国制作产权的芯片 也就是说所有的芯片都是国产的 虽然说我们的芯片技术还赶不上美国 但是我们在制造业 在工业上面还是非常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也是来自于IBM美国 它的算力有大概12万Tflops 了解了世界的排名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中国的排名 这一个就是中国前三的超级计算机的列表 第一名是神威太湖之光 它来自于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第二名和第三名都是来自于国防科大的天和号 对于天和二号 其实它曾经是中国的第一 也曾经是全球的第一 它采用的是麒麟操作系统 目前使用的是英特尔的芯片 蔚来将会使用国产的处理器来进行替换 它的算力主要是应用于探月工程 以及载人航天等政府科研项目 它还在使用勘测 汽车飞机的制造设计等大展身手 对于天和一号 它是从2008年开始研制的 部分采用了自主研发的处理器 天和一号呢 它曾经在2010年 拿到全世界的排名第一 但是后来被别的超越了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中国前三的超级计算机 这里面所列举的三个超级计算机 老师是对这个天和二号比较熟悉的 因为天和二号 它就是位于广州大学城的中山大学 位于中山大学的东校区 那么这个图片呢 就是从这个天和二号的门前的路里面 所拍出来的这个照片 天和二号就是位于这个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这个楼里面 为什么这个天和二号会在广州呢 那是因为广州未来将会成为广州 广州乃至华南地区的经济社会所发展的强大引擎 所以国家把这个天和二号挪到了广州 为广州建设成为用高性能运算 海量数据处理 信息管理服务于一体的世界一流的超级中心 了解了超级计算机 我们接下来来看计算机的第二个分类 大型计算机 那么大型计算机呢 它也可以称为大型机 大型主机或者是主机等等 虽然说大型计算机在功能上面比不上超级计算机 但是它同样拥有着非常多的高速CPU 它也可以进行大量数据的处理 以及进行复杂的运算 大型计算机呢 它主要用于大量数据或者关键项目的计算 比如说银行的金融交易的数据 比如说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处理 人口普查 企业资源规划等等的一些项目里面 都会使用到大型计算机 在大型计算机里面 IBM占据着非常大的份额 关于IBM的大型计算机 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一门选修课 就专门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大型计算机里面进行编程的 使用的编程语言就是这里面的COBO编程语言 但是老师没有选这门课程啊 这一个呢 就是IBM非常出名的一个大型计算机了 IBM Z9 它是NASA最后一台大型计算机 它使用的就是这个Linux红帽系统 因为大型计算机的造价非常高昂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纷纷把大型计算机给替换掉 大型计算机的市场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提到大型计算机不得不提的就是去IOE行动 IOE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IOE表示的就是I表示的就是这个IBM O表示的就是Oracle E表示的是EMC IBM呢是服务器提供商 Oracle是数据库软件提供商 EMC呢是存储设备提供商 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从软件到硬件的企业级数据库系统 由这三架马车所构成的数据库系统 在当时几乎是占领了全球大部分商业数据库系统的市场份额 在当时除了阿里巴巴这样子需要大量运算的电商企业 其他比如石油金融等行业也是广泛的使用这套系统 那么这个去IOE行动其实是当年阿里巴巴所提出的概念 为什么要去IOE呢 因为IOE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高成本高维护费用的商业数据库系统 整套系统的维护费用非常昂贵 仅仅是Oracle数据库的三年销售价格就达到了八位数 并且在当时阿里企业的旗下的用户群每年都在增长 阿里的盘子也越来越大 所以每年需要付出的升级硬件以及维护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所以阿里巴巴才提出要去除IOE的这个行动 同时当时大型机所能提供的服务也非常不灵活 阿里巴巴为了把这个运营成本降低 减少对大型机的依赖 同时增强阿里服务的灵活性 就开始将海量数据从集中式的Oracle切换到了分布式的Mexico集群 从中箱扩展到水平扩展 解决了数据库扩展性的问题 并且用普通的服务器代替了大型机 这个去IOE行动是由阿里巴巴所提出的概念 阿里巴巴在哪一年提出的呢 其实这个去IOE行动是由阿里巴巴在2008年所提出的 我们查阅时间表 我们可以知道阿里云是在2009年成立的 从因果关系来看 这个去IOE行动直接或间接的促成了阿里的诞生 了解了大型计算机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计算机分类的第三类 迷你计算机也称为小型机 或者说是普通服务器 可能称之为普通服务器 大家更容易理解 那么相比前面的两种计算机 普通服务器呢 它不需要特殊的空调场所 也就是说它在普通的地方就能运行了 并且这个普通服务器 它具备着不错的算力 还可以完成比较复杂的计算 普通服务器 它不像前面的两种计算机 普通服务器 很多公司都能制造 比如说常见的普通服务器的制造商 就有杨响、华为和浪潮 现在很火的云服务 其实也是构建在这个普通服务器集成之上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由普通服务器 所组成的机房的图片 前面我们也介绍过去IOE行动 就是把大型机替换成普通服务器 这里面替换的普通服务器 就是这里面所介绍的普通服务器 普通服务器 现在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大型机 成为了大规模企业计算的中枢 比如说阿里云 比如说腾讯云等等的云厂商 也是使用这些普通服务器 来构成云服务 以及构成自己的数据中心的 了解了普通服务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计算机分类的第四类 第四类通常称之为工作站 工作站它是高端的通用微型计算机 它可以提供比个人计算机更强大的性能 从外形上面看 工作站类似于一个普通的台式电脑 但是不同的是它的体积比较大 并且性能更加强劲 工作站一般是给一些专业的用户使用的 比如说一些图片工作者 视频工作者等等 这一个就是工作站的图片 可以看到从体积上面来看 会比普通的台式计算机更大一些 工作站可能我们普通的用户 使用的都比较少 比较少接触 老师呢 在以前高中的时候 有接触过工作站的经历 当时我们上电脑的实验课 因为上实验课其实这是去玩电脑的 也没有教什么东西 那么当时呢 我们都喜欢把单机的游戏 放到U盘里面去玩 但是玩的时候呢 因为学生的电脑都非常差 性能很差 玩起来很卡 于是有一次我们就趁老师不在的时候呢 把U盘插进去 放在老师的电脑上面去玩 那时候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老师的主机的时候呢 就觉得老师的主机比一般的台式机要大很多 但是呢 我们也不懂直接玩起来了 后面老师才知道 原来当时我们所接触的这个台式机 就是现在所介绍的工作站 接下来就是计算机分类的第五类了 微型计算机 微型计算机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个人计算机是最普通的一类计算机 也是现在世界上保有量最多的计算机 可以分为台式机 笔记本电脑 以及一体机三种分类 从价格上面看 或者说从成本上面看呢 微型计算机是这里面成本最低的一种 虽然说微型计算机它的成本低 但是麻雀虽小 五战俱全 从构成的本质上面来看 个人计算机与前面的分类无异 都包含着计算机所必备的一些硬件 所以我们在学习计算机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对个人计算机进行研究 这能处类盘通来理解这里面所有的计算机分类了 因为我们对个人计算机相关理论的学习 同样的适合前面所介绍的几种计算机 最后简单的来回顾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学习了五类计算机 分别有超级计算机 大型计算机 迷你计算机 还有工作站和微型计算机 在这里面超级计算机 大型计算机以及工作站 我们平时接触的比较少 而对于微型计算机和迷你计算机 我们平时接触的会多一些 微型计算机也就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个人计算机 对于迷你计算机呢 我们或许称之为普通服务器 更能理解一些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了